102年全英會單打冠軍 100年全英會也是單打冠軍 那麼2016年里約奧運的單打打進了前32強 當然莊志淵在德國曾經打過俱樂部 而且我們今天請到了球評周冬裕 就在德國跟莊志淵一塊當時打桌球俱樂部職樂隊 真的 這個雖然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但是我今天我還是想要再跟觀眾朋友們再分享一下 是 今天我們報導一個為什麼 不管是在台灣或者在世界排名可以這麼前面 而且其實算是老將了 他就是自律真的非常高 自律 對 那個時候我們在德國打俱樂部 我們分中午還有下午的訓練 我們差不多10點半到就可以了 但是他早上8點半自己提著一袋球 然後自己去搬桌子 裝網子 然後自己在那邊發球練發球練一個小時 好 OK 好 莊志淵等會兒的小故事 我們周冬裕球評也會錄得去跟各位朋友來介紹 接下來我們看看林韻如 年僅16歲 根本就是桌球天才神童 而且無獨有的各位觀眾 今天請到了周冬裕來 擔任我們的球評 因為林韻如在國小五年級的時候 我們球評周冬裕教練也就交過他的球 對 他對於桌球的理解有相當高的天分 對 好 畫面上現在看到的是莊志淵 是 我們講到林韻如 林韻如 其實他現在效力是台北市 但是他其實是我們宜蘭在地的孩子 他國小是就讀宜蘭國小 而且宜蘭國小是全台灣唯一一所學校有桌球班的學校 是桌球班 不是桌球隊 對 所以是非常傳統的桌球運動學校 然後林韻如是著手持拍 然後他最大的特長就是對球的敏銳度 他不管是對旋轉或者是預判對手的回球 他都有辦法比一般人能夠再早一拍 或者是早半拍在那邊等 所以常常現在他的封號就是台灣的桌球神童 對 神童我覺得神是這樣來的 好 那麼林韻如其實在105年全運會 今年他拿到男子團體的這個金牌 代表台北市 那麼他也是台北市平均年齡最低 而且是台北市第一面拿下的這個團體桌球的金牌 年僅16歲 那麼我們也希望這個台灣在桌球桌壇上面 能夠江山帶有才人處 林韻如會是我們非常矚目的一個明日之星 沒錯 也是一個焦點 好 所以兩位選手相差20歲 那麼如果以備份來排的話 林韻如對上莊之源已經大概不是師父級了 塞奏啊 應該是不能叫哥哥要叫叔叔了 叔叔了 好 那麼兩個人的對決會有怎麼樣的精彩的火花 好 現在兩個人先來做暖身的練球 兩個人其實剛剛我們再回到莊之源 剛剛這個我們球評周東韻周教練講 這個莊之源除了這個自律非常高之外 我記得其實在媒體上長久以來都有報導 莊之源長年在國外不管是打俱樂部 或者是代表我們征戰亞運奧運 這個世界桌球錦標賽也好 東亞運也好 那莊之源的教練就是他的媽媽 對 然後他自己本身等於是 他就是像是我們桌壇上面的一個 旅居全世界征戰大小賽事 一個桌球的一個遊俠 一個大前輩一個指標現在擺在那裡 到現在還在打 對 然後在國外的時候 他被 他有一個稱號叫做 最孤獨的一顆星星 對 雖然他的教練是他媽媽 現在也是他哥哥 來擔任他的教練 但是其實他最好的教練就是他自己 對 他的經驗 對 所以 我們也希望就是莊之源 這個今年也36歲了 那莊之源其實相當豐富的桌球場上對決的經驗 是 那麼他將來我們希望如果未來他如果轉任教練職的話 其實會是一個對於國內桌壇來講 對於我們體育界來講 非常不可多得的一個瑰寶 教練人才 沒錯 不管是莊之源還是像台南的一哥啊 蔣蓬龍 這個都是具有豐富的國際賽事經驗 這是一些國內的教練是沒辦法去參與到的 對 好 那麼現在畫面上看到是林韻如 林韻如就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明日之星 比賽 正式開始 而且可以看到林韻如的接發球 也是這一場比賽的焦點 林韻如接發球 十分的話 他是用九分半 都是用凡省寧 對 所以是非常新的打法 好球 好球 這場比賽一開始一開局 林韻如取得2比0領先 出身制度不畏活 這就是林韻如的防守 你會覺得他雖然是挨打 但是就是他有辦法等在那邊 對 對 他已經知道你要拉哪裡了 所以什麼叫天分 我認為這個才是天分 是 對 好一開賽林韻如連下3分 3比0領先 這對於老將莊智雲來講 應該是始料所未及的 好 這回擊沒過 對 想要做一個回把 直接吃旋轉 是 莊智雲來發球 反拉變線 好球 哇 這個莊智雲展開老將的功夫 對 這前面幾板都還是沒辦法去動搖 林韻如的防守端 但是把他逼到中遠台之後 在汗超沒有這麼高的 加厚的 林韻如這邊可能在腳步上面 可能就稍微比較吃虧一點 對 好 落後三分的情況之下 莊智雲現在連桿三分 雙方在第一局一開賽 追成了一個3比3的平手 老將畢竟不一樣 尤其反拉還能變線 對 高級動作 偷長球 哇 高拋式的在最後在擊到球的時候 做一個突然性的偷長球 隱蔽性非常高 好 好球 第一次 來看看剛剛這精采的辦動作 好 同志為各位觀眾朋友報告一下 兩位選手也是首度的在全運會上面對決 因為這也是林韻如首度打進全運會的籃單的桌球冠軍戰 是 關從您 可惜了 自己也覺得剛剛這球有點可惜 筆劃了兩下 所以雲汝這一場比賽還是要多注意一下他正手進攻的銜接 因為在開賽到現在有幾顆球 再出手都稍微相對的慢了一些 哇 一個插網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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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場比賽雙方兩位選手的特場其實都差不多 都是反手比較偏優勢 正手稍微比較足一點點 唉唷 6比6 我以為是個Lucky Ball 我們來看看慢動作 差一點點 所以這場比賽就是 看看誰能在鎮守 誰保護得比較好 6比6 好這一局 這一球 雲宜如拿下來 莊志遠落後一球 都在放短的情況之下 莊志遠在發力 這個進攻選擇的線路是非常聰明的 搶第一時間的時候去加旋轉走到莊志遠的中路的位置 讓他要反拉或在防守都是非常不順手的 好 連一下兩球 兩位選手剛好是各式左右手持拍招板對決 好 在正守位也逮住路線直接做一個反拉 雲宜如再度展現了自己的這個高度的天分 雲宜如的game point 雲宜如拿下了第一局的勝利 一十一比七 這場比賽會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年僅十六歲的小江林如 在第一局竟然是 擊敗了老將莊志遠 以十一比七拿下了第一局 好 我們看其實在一開賽的時候 剛開始林如其實一開賽他就取得了有好幾球的領先 到後面中間雙方在拉鋸僵持 那麼到最後的幾個球的時候 林如相當漂亮 對 有好幾個球處理得非常好 對 而且可以看得很明顯看得出來 林如主動的進攻端的第一板 都是依賴他的反手來進攻 不管是反手領還是反手拉 對他的反手進攻能力是非常好的 對 好 當然現在對於這個馬上要登場的第二局來講 莊志遠勢必要拿回來 是 而且 志遠在擺短的時候 往往都是擺到中路偏 雲如正手短的這個位置 但是 雲如的預判球他已經橫移在那邊等了 嗯嗯 所以反而是要打雲如的話 你 短的你不用去打那麼多 你反而你要主動的去跟他去打長球 對 好 這一個剛剛講完 這一個長球林雲如的回擊出界 對 張志遠1比0領先 林雲如的發球 張志遠1比0領先 林雲如的發球 2比0 差一點點 而且在上一分 支援的第一分發球分 刻意的去把球稍微發長一點 去發半出桌 對 好球 好 很明顯主動積極進攻的莊支援 但是在好幾拍林荣擋得其實已經相當漂亮了 對 好在第二局我們剛剛講說 勢必莊支援拿下來到目前為止看好像似乎如此 莊支援4比0領先 林荣如的發球 男單金牌冠軍戰 不賺的 哇偏高了 林荣如發了一個不賺的 去使得莊支援在擺短的時候拍面太往上仰 而且又稍微往上抬的情況下過往稍微偏高 是林荣如第三分的機會 雙方互相的插網 來看看這半動作 好球 這一球雙方是硬拼硬快打快 好這個球莊支援沒有過往 莊支援仍然5比2領先 莊支援在發球 轉了 回擺 回擺 正手位等住 剛剛 智援回擺的時候擺到雲爐的中路偏反手位 然後比較順手的線路就是走到智援的正手 這個也是驚艷的展現 對 知道對手主要要發力 哪一條線路是比較順手的 他就在那邊等 甚至是挖一個洞 就等你跳了 好在第二局莊支援很明顯的 在戰略上面做了調整之後 又利用自己豐富的經驗線取得7比2領先 林荣如花球 這個球中間也沒過 對 接發球想要去換一個調打的方式 可惜了 反手擰接發球最怕的就是 你大幅度橫移過來之後 你反手是一個大空檔 對 而且這個處理球完了之後 雲爐的回防又太慢了 3比9 林荣如花球3比9落後 好球 好球突然的變線 雲爐的發球選擇 可能還要多注意一點 多選擇一點側選或側上選 盡可能的逼 莊支援在接發球的時候 先調起來或先擰起來 對 然後在第三板就主動的 稍微帶一點拼搏的進攻去發力 不然在第二局開局的時候 打得太保守了 剛剛才講保守 往前的戳 戳完之後馬上 莊支援就起板了 對 就成功了 我相信現在國內所有的好手 都沒有一個人敢跟莊支援去比 控制反控制 也就是互相擺短 對 他是全台灣短球是算最細膩的 嗯哼 好 在第二局 如意料當中的莊支援 果然 11比5 搶下了第二局 那麼 按照第二局的莊支援 展現了這個 他自己本身的氣勢 一個豐富的經驗之外 我想林韻如在接下來的幾局裡面 他必須要面對 老大哥 數數倍的莊支援的 這麼高超的球技 他可能在打法上面 要跟在球更多的變化 對 而且盡可能的去回避跟 他的老大哥 報導一個莊支援去打 控制反控制 也就是盡可能的去 讓他沒有辦法去排短 對 所以盡可能球可以發長一點 或者是發側上一點 因為上選你就必須要挑 你一定要逼莊支援挑給你 然後你去等這一板 去等下一板 不然你被他擺了之後 你又要想辦法說 你要控 你又控的沒有到很細膩 那下一板就是支援的進攻端 對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出高球 所以不應該跟支援去打 控制反控制 回一板 能夠先挑起來 或是先主動先劈場 然後防一板之後 再來去打 打後面其實都是好的 嗯 跟支援打 白斷 真的是 大家給我偷皮疼 而且逃不了任何的好處 對 好 第三局開賽 莊支援取得2比0領先 1比2 好 這個球剛剛莊支援 回擊沒有過 林韻如搶回一分 1比2落後 林韻如的發球 車上 對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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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發車上 打上旋 不要跟支援去打下旋 而且左右兩邊的變線 打得支援有點疲癒分泌 這場比賽目前在這一局打成2比2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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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連續幾拍的強攻 張志願也很順利的取得了這一分 林韻如發球2比4落後 現在在打相持球 雲汝如反而比較積極主動的變線 這一球 這一球莊支援那麼熟悉的反派沒過 他自己很懊惱 對 下旋 這個就比較不好 對 好球 馬上讓小江林韻如逮到機會 拿回這一分 這一局雙方打成了4比4 南丹冠軍金牌戰 這個重心稍微偏後面 重心沒有往前幫忙去加壓 好球 林韻如逮兩個反手的進攻機會 是可惜了 反而一否則意識到了 突然的變線很漂亮 對 但是在出手還是稍微有點被擠壓到 4比6 4比7 好球 林韻如逮的發球 落後三個球 4比7 好球 金鼓 莊之源領先兩個球 7比5 莊之源發球 哎呀這個球回去過關 可以看到我們小將林韻如 還是問題是出在他的正守衛喔 正守衛的進攻還是相對的比較薄弱一點 而且往往在出拍的擊球時間點太晚了 好各位觀眾 要為你剛剛再補充一下 剛剛的女子銅牌之戰是蘇佩玲 桃園市的蘇佩玲 取得了女子單打的銅牌 那麼男子單打的銅牌戰也正在進行 但是好像 讓陳建安是不是因為有傷的關係棄賽了 我們現在再做進一步的求證 好我們再把交點拉回到冠軍男子單打的金牌之針 好球 好球 這個側身反拉對角線 好球 現在雲如在控球就控得稍微比較聰明一點喔 嗯 他沒有一定要控兩跳 他稍微控半出桌去讓志淵 雖然是進攻但是只能去 往上去加旋轉 是沒速度的喔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好防守 或是很好去反拉的機會 好的 好的確這個陳建安剛剛在銅牌之戰當中 迎戰助手廖正廷 結果陳建安因為傷勢的關係 把拉傷了 所以他棄賽 所以本屆男子單打全運會的銅牌是由廖正廷 屏東現在廖正廷奪得 好 那麼金牌戰 莊之淵 現在贏在陳雲如 現在在進入馬上要進入到這個第四局的賽事 我們看 莊之淵大概現在對於林雲如的打法 應該是相當的能夠掌握住他了 尤其整個帶著他的節奏各方面 所以讓林雲如其實很吃力 很明顯 自淵現在知道就是要讓雲如去做正守衛的進攻 所以他會盡可能去壓迫林雲如正守衛 所以雲如可能要改變一下他正守進攻的方法 他不見得一定要去拉大手臂然後去發力 他有的時候可以用小手臂或是比較小的動作 在進台做快帶借力使力就好 當然這是林雲如首度進軍全國運動會男子打打桌球金牌 其實林雲如在104 105 106年來全中藝 國中男子手他是連拿三屆的金牌 所以年輕小將碰上了老大哥 沒關係這場比賽不管輸不管雲尤其是輸 那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人生經驗 對沒錯 你碰到的是我們的國內的第一流的好手 莊子緣 好球 有 這個被擠壓到還有辦法去走直線 真的是非常不簡單 剛剛為各位提到兩位選手相差20歲 16歲引戰36歲 第四局雙方目前是1比1 哇又被偷到了 這個就是經驗 他就知道什麼時候你差不多你要動了 然後我就去偷你 然後而且偷的效果是非常巨大的 雖然不是這一分 可能他這個長球就影響後面的五分 又再一個 哇 好球 發長球 然後去擠壓到林雲如 讓他沒辦法去回對角線的情況下 志遠等在反守衛 做一個對角線的進攻 對 林雲如的發球1比3落 好好 雲如也想 雲如也想第二板 發球之後馬上起快板進攻 對 但是雲如 沒有必要這麼勉強自己去側身來去做進攻或反拉 因為雲如的反手是好的 所以可以站在中間位 左來左打右來右打 嗯 嗯 嗯 加 加段 意思是對的 嗯 現在太被動了 可惜了這球匯級出現 莊志遠5比1領先 莊志遠發球 哇好球 這就是莊志遠短球的能力喔 不管是擺短接發球或者是挑打的能力都是非常的穩健細膩的 哦 好 擺進了一個半出桌 好球 林雲如這球回擊得漂亮 2比6 好球 會擊出界 2比7 莊志遠7比2 領先 林雲如的發球 從第二局開始可以很明顯看到莊志遠正守在進攻的時候刻意的去把點去加快了 所以 使得在防守端林雲如會稍微比較被擠壓到 對 被被迫一定要去跟莊志遠的節奏 好球 好球 插邊 來看這盤動作 好 很好的機會 一個插邊球拿到這一分 這個就是我們寶島一哥志遠的反守能力啊 相持能力 動作非常的小 但是非常的流暢 這回擊出界 中央之間 8比4 林雲如都發球 OK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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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是插邊,一分是插網 哇,在11分的賽制裡面 這樣就很巨大了 馬上舉手跟這個 老前輩莊志遠 比分追到了6比8 莊志遠只贏兩個球 剛剛這球發球得分 9比6 整個發球的選擇已經完全牽制住林雲露了 對,拿下這一局的game point 好,這個回擊又出現 莊志遠在第4局 11比6拿下 好,這場比賽可以說在第一局 莊志遠跟林雲露一開始碰手的時候 林雲露在一開始是出生之毒不畏虎 11比7,第一局拿下勝利 但是接下來呢,莊志遠當然恢復了自己這個殺場老將經驗豐富的打法 連下三局 11比5,11比7,11比6 現在目前是以3比1領先林雲露 這場比賽到目前為止3比1 莊志遠能領先 最大的關鍵就是 志遠這邊的發球端 發長球真的非常好的效果 在第一局還沒發長球的情況 李雲露在接發球過來橫移反手擰的時候 是從高點去往下擰 所以在第三板對莊志遠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現在有透過幾個非常成功的偷長球之後 現在雲露在接發球位移其實已經慢半拍了 所以就算橫移過來反手擰的時候 他也只能從下往上擰 所以在第三板志遠就有高點 可以去往下去加壓了 對啦 好球 精彩 哇好球 好球 好 這一個一開局啊 林雲露再度展現的出身制度不會虎的 這個整個的氣勢 完全不會去老將 兩個人對啦 對殺 好球 再來 哎 有嗎 有擦邊 是不是好像有擦邊 在看他比個手勢 好這一開局取得了2比0 林雲露發球 林雲露領先 這局如果能拿下來的話也相當相當棒 對 人生初體 好球 好球 這個領的線路是聰明的 直接領到莊智雲的中路 嗯 好 3比0領先 林雲露的發球 16歲小店 好球 非常聰明 都直接 從中路先切入啊 嗯 好 這一場比賽 可以說是林雲露在開局以來領先最多的一次 一下子是取得4比0的領先 好 這場比賽可以說是林雲露在開局以來領先最多的一次 4比0 4個球 4個球 好球 好球 就是要這樣大膽放手去搏 5 了不起這一局輸了他就是贏牌 但是基本上有薄殺的機會就薄殺 對 盡可能不要去跟志願去打太穩了 因為他的經驗還有熟練度都相對的是優於林雲露的 對 我剛剛才想5比0的領先不得了啊 這讓老江莊志願1分未得 這個回擊出現 好莊志願拿回1分 林雲露的發球5比1領先 這一局莊志願能夠獲勝 莊志願就拿下了本屆男單的金牌了 哇在 防守站位還是偏後面喔 現在雲露在回擺的時候 可以嘗試 多一兩個主動去批場 不然現在 他擺短動作一出來 志願現在已經在前面等他了 加油 3比5 好莊志願現在連搶3分 原本的0比5現在是3比5還落後兩個球 滾下去 擺壓到 很明顯的擺壓到 去把張智元成功地關在他的反守位 中遠台反手的反拉 這個也是高難度的 高技術水準的轉進攻 林云武發球 仍然是6比4的領先 好球啊 可惜了 而且連續幾板的進攻 中志淵是非常聰明 從慢動作就可以看到他刻意的去加旋轉 而且刻意的把弧線去加高 盡可能去誘導林云武稍微重心往上的起伏 對 再加轉 對 可惜 這件非常豐富 否則前面幾板 林云武的這幾個變線挑得非常好 對 但莊志淵剛剛這球殺得非常的猛 林云武 而且非常清楚知道林云武喜歡打快 然後你給的越轉 他越快不起來 所以在中遠台在連續進攻 在沒有站好的情況下 志淵真的非常有經驗 就只加轉 而且刻意把弧線去往上加 嗯 這個 叫考驗雲如場邊的教練 他也是我師父 雲如的教練 場邊教練呂寶蓬 也是我們台灣的老國手 是 然後我以前就是遇到他 我才 開始 突飛猛進的 喔 所以他是我的恩師 是 所以同樣的這個你也指導過林云武 對 然後你的老師 你的師父 呂寶蓬 呂教練 現在也在指導林云武 所以林云武我們期待他後面的 整個桌球生涯在發展呢 為國爭光披金代銀 那是指日可待的 對 年僅16歲 好 這一場比賽 從一開始 林云武取得了這個4比0 5比0領先的優勢 到現在雙方打成了6比6 所以在這一局 對於莊志願來講 獲勝就拿金牌 但林云武呢 是頑強的抵抗 對啦 好球 最高武 好 可惜了 這次非常精彩 不轉了 好球 在扛住 智淵進檯 調打之後 成功的回擊到智淵的中路 成功的擠壓到 6比6之後 现在双方又继续打成了7比7 我想对于张志源本身来讲 这一局要尽快拿下取得金牌 因为跟这种小朋友没什么好拖的 一步小心小心 夜长梦多 对 但是问题偏偏碰到林云如 现在一直不但咬得不放 而且还时而领先 对 如果这一局如果没有顺利去拿下来 让林云如这口气喘回来的话 结果是怎样 应该没有人预测的准 对 陈崇宁 好球 又是一个强点的阵手 快拉 紧张了 这一局等于是关键局 双方从6比6打成了8比8 一路僵持 张志源这局拿下 他就能获得本届全议会的南单金牌 太着急 太着急 8比9 那么这也是本届全议会桌球的最后一场赛事 所以包括所有的裁判评审 包括所有的球员教练 大家都在现场观战 哇 插边球 这个Lucky 哇这一分差别很巨大了 因为眼看是完全被动的情况下 对 好再度比数打到了9比9 从6比6一直平手到9比9 庄志源要拿下本届男单的金牌 面临到小将林云柔的顽强力啊 哇加转 直接接发球直接吃旋转 嗯 这球没有进去 庄志源自己摇摇头觉得可惜 10比9 林云柔的这一局的game point 侧上 哇连续吃两个直接的发球啊 哇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真是超乎想象的精彩啊 一开始这一局林云柔是5比0领先庄志源 后来被庄志源一路赶 两个人从6比6达到9比9一路平手 后来最后的两个球 林云柔是马上赶上之后11比9 拿下这一局 哇在最后的两分发球 自己选择高抛式的侧上选啊 嗯 而且是非常成功直接发球得分啊 嗯 精彩 目前这场比赛的比数形成了3比2 各位观众 7战4胜制的金牌战 庄志源再拿下一局就能获得金牌 但是小将林云柔 小庄志源20岁的林云柔 一路是一局一局的来抵抗 现在目前把比分局数追成了2比3 仅仅落后一局 当然在第6局的赛事 庄志源如果能够拿下就能够稳稳的金牌落袋 如果第6局庄志源又没拿下 被林云柔追上变成一个3比3的局面 那个第7局谁都不敢讲 对 而且志源现在可能要多注意点他的中路了 是 在上一局 云柔主动进攻去选择走中路 其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嗯 那么相对来说 是不是也让林云柔现在早在这局里面找到了 他对庄志源的打法 对 进攻的线路走中路是非常有用的 对如何延续 然后志源这边是如何预防 林云柔发球 哇 志源这个选择的防守也偏保守一点 嗯 嗯 李云柔一开赛取得一个1比0的领先 继续的发球 走中路 嗯 刚刚那球一回击林云柔就知道不对了 不但偏高 而且给了庄志源非常好的扣杀的机会 对 因为有稍微触到一点球网 嗯嗯嗯 对 所以回的就稍微比较甜一点 嗯 好球 对 薄 薄回去 好球 哎 可惜 很漂亮 很漂亮 小战零柔很漂亮 打得很精彩 对 但是这场比赛不管输还是赢 但是还是建议云柔在回去的时候 然后下盘的机力训练可能还要再多加强一点 嗯嗯嗯 对 感觉下盘有点太单薄了 瘦 嗯 身高171 好 这一个刚刚球是回击出界 好 在这一局一开赛 庄志源慢慢拉回了自己的一个节奏 然后掌握了一个领先的一个优势 庄志源3比1领先 林韵如发球 好 侧上 好球 好球 2比3 好球 现在发球的选择还有第三板的衔接 反而就换回来在第二局的时候 嗯 我建议的就是发侧上去跟志源去打上悬 好球 是一个小插网之后的进球 小插网 对 好 马上示意 双方搭成了3比3比球 危险 连续三板的阵守进攻 很明显的云如在刚刚这几个球 完全是落于一个手势 对 嗯 只能守 哇 连续板出桌 浮线加得太高了 3比3 现在再度变成了一个4比4 这一局目前庄志源还是拉不开比数 但是对于本届全运会南丹金牌就这么一步之咬 庄志源拿下这一局就能拿下金牌 林卢的发球 好球 弱势队拉 哇 还是阵守位的对抗 林卢的阵守还是相对的比较弱势一点 对 好球 哇 好球 反手转正手 再来 再来 好球 这几个球前面 庄志源挡得是真漂亮 对 而且不但还带反拉 在中远台的正反手的交叉运用进攻 但是在前面几板也可以真的看到云露防守的稳定性 是 哦 质量也慢慢的往上加了 嗯嗯 这个时候看看云露要不要喊个暂停 是 发球之后第一板就就就就抢攻 7比4 NAT 1比4 不能拖 夜场梦多 对 赶快趁趁追击庄志源这块金牌 哇 又是一个 哇 会把火苗熄灭的一个关键性的插网插边球 插网又插边 对 好 对于庄志源来讲 这个Lucky ball让他取得了8比4的领先 哇 出桌了 嗯哼 在揭发球直接盯住半出桌的机会 揭发球直接抢攻 9比4了 双方从4比4一到现在庄志源连拿5个球 连拿5分 哦 志源也是比较大意哦 刚刚在揭发球只想裹一板就没有准备要回来哦 他认为这一板林云应该接不到 对 但是往往可能被翻盘就是因为这一分哦 哎呦 5分 可惜了 10比5 庄志源的match point 有了 恭喜高雄市的庄志源 我们保导一哥 庄志源以 7比11 11比5 11比7 11比6 9比11 11比5 那么取得了这一次本届全运会男子单打的冠军金牌 好 看看这场比赛 其实我觉得对于林云如来讲是一个绝对是一个永生难忘的经验 第一个他应该没有跟庄志源对打过 没有办法碰到这么样的大大大前辈 那么然后又是在南丹金牌战是林云如的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打进冠军决战 当然在这个全中运的金牌对于林云如来讲是囊中之物 已经连拿三届了 三年了 但是全国运动会年纪这么轻 迎战大他20岁的对手 庄志源 然后我觉得对林云如来讲是一个非常难能可归的一个经验 对 这个是男子单打的决赛 但是林云如代表台北市也创了台北市30年来的记录 在林云如带领的台北市男团 30年来首度在宜兰106年男子团体拿下金牌 台北市 是 好 各位观众 那么在今天的这场男单精彩的这个决赛啊 庄志源恭喜他拿下冠军金牌之后 那么我们在今年的全运会的桌球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